登加罗昨晚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四名龙运马拉工艺大学的学生 吃完晚餐之后 返回校园途中 被一辆运动型修理车从后方猛撞 三人混断公路 一人受重伤 警方今早已经将轿车司机 带上法庭申请严扣 龙运校整局昨晚7点26分 接获投报后 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救援 四名大学生分别乘坐 两辆摩托车 在靠近校门口的路段 遭到车子猛撞 四人全被撞飞 其中一人跌进沟渠 医务人员证实 其中三人当场死亡 还有一人受重伤 目前在医院治疗 三名死者的遗体 今早在龙运中央医院解剖 警方原理1987年 陆路交通法令 41-1鲁莽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条文 调查这起案件 参征